吴迷,知道郭德纲是谁吗? 郭德纲 小吴迷 知道谁是郭德纲吗? 郭德纲出了一本自传叫 《过德纲好》 就是不冷不热,不穷不富 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左不右,不黑不白 不善不恶 是吧,不对不错,郭德纲好 正合适,更可好 恰到好处,是不是乌米? 乌米,累不累 是有蚊子吗? 是吧 我们这个小丫头啊,她好干净啊 刚才我们要吃点饭 来杯咖啡,咖啡加牛奶 咖啡公雷切 来个三明治,sandwich 西班牙语叫比基尼 就是这个女同志啊,穿的这个比基尼啊 就是三明治啊 sandwich 郭德纲又流窜作案啊 又跑到北美巡演去了 这个疫情啊,快四年了吧 差不多四年了啊 他这个,他们的德云社呀 包括他本人呀 包括签大爷,鱼签啊 缺钱了 是吧 所以他们又跑到这个北美啊 好像首战是温哥华吧 是吧 又巡演了啊 又巡演 这个郭德纲啊 来过我们这儿啊 来过这个法国的巴黎 来过意大利的米兰 也来过我们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巴塞罗那啊 这个 来的时候还早了吧 还是疫情前呢 18年吧 18年19年我都忘了 反正不是18就是19 啊 这话说都四五年五六年了 啊 那个 就是这个这边有承办商 就是有人承办啊 说我给你卖票啊 啊然后这个卖一张票我中间挣多少钱啊 帮他卖票的有的人我还认识啊 还跟我说哥呀 你去不去啊啊 你也弄张票呗 后来我跟他们说呀 我说这郭德纲啊 稍微有点俗 稍微有点俗 就是说你听他的相声啊 别超过十分钟 哎 十分钟之内啊 能乐个十几回 十分钟之后啊 你这个面部肌肉啊 就开始有点净乱了啊 就有点不好使了 就有点审美疲劳了 就没多大意思了 是吧 你也得理解郭德纲 不是说他想这么俗 是吧 老围绕着裤腰带呀 是吧 什么屁股蛋的呀 啊 什么女人呀 什么屎啊 尿啊 屁啊 什么于谦的老婆呀 他老义淫啊 于谦的老婆 于谦的老婆长得确实不难看 叫什么什么名吧 仨字好像啊 比于谦小十岁 十九岁就跟于谦了 是吧 肯定是一处女啊 黄花大闺女 哈哈哈哈 于谦那年二十九都离过婚了啊 后来给于谦生了俩儿子吧 于小宝 还有一叫什么来着 是吧 所以就是说这个郭德纲啊 你这没没意思 后来那哥们啊 说你这个你还不去啊 给我们蓬蓬厂 我说实在是烦 是吧 这个郭德纲的东西 我听不了太多 十分钟八分钟还凑我听 是吧 就当个乐 你真让我半个小时一小时 我可不想听 然后 这就再也就就就就没到我们这来过了啊 他北美这个至少第二回了吧 原来什么纽约呀 洛杉矶呀 什么温哥华呀 他就去过北美 是吧 这个那会儿还有那谁张赫伦 狼赫言 还有有没有他儿子呀 反正就那几个主要的是吧 不过呢 郭德纲啊 你得理解他 他从这个体制内啊 被这个封杀 是吧 就是说不是被封杀 他是体制外 体制内那帮孙子就是恨他呀 像这个以这个江坤为首的 江坤人家有官啊 有有有闲啊 有官闲啊 有职务啊 是吧 中国曲家协会吧 曲家协会的那个那个 主席吧 是吧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说评书的刘连芳 还号称刘主席 啊 王月波 王月波也跟郭德纲合作过早年哈 啊 刘主席 刘主席是谁啊 我还以为是刘少奇呢 是吧 周围来了好多跑步的啊 这个 所以郭德纲是吧 包括跟这个谁 跟那个李金斗啊 他们都有一些仇啊 主要是 抢了他们的饭碗了 这个郭德纲没出来之前 那帮人还行 到全国各地走个学呀 包括什么逢拱啊 哎呀 观众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是吧 他就说点这个 说点那个 这些人好多我见过呀 那个我想想 79年 79年 78年 或者80年 那会儿我们那个东城区 安定门外 不不不不不不不然后便宜 标误 那âu 好 不不不 不不不不 Dalogo Adios 再见 人家走了 人家小狗 是吧 咱们在这听我 白会白会咱们再走 然后这个 那会儿 我们那个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小学 我们小学 这个这个还到那哪 到那个六不坎 到六不坎 这又来了四个姐姐 四个中年妇女 在这跑步过去了 这个 到那个六不坎 石油部礼堂 有一个节目 那会儿江坤的搭档 还是李文华呢 就是现在郭德纲的德云社 那个孙岳他的老爷 那会儿李文华 不是后来得癌了吗 是咽喉癌 是什么癌啊 食道是气管啊 是吧 那会儿是江坤呀 李文华呀 有没有高英培 范真玉呀 反正有李金斗 陈永泉呀 好像那会儿还没有逢拱 逢拱那会儿还没出来呢 包括什么牛群呀 都没有呢 在那儿啊 给我们 给我们做了一个专场 一个演出吧 不知道有没有 除了我们小学 有没有别的小学 我就不记得了 那会儿我也小孩呢 这个 那会儿有江坤啊 后来我还见过江坤 后来在 1999年 那会儿我做生意 我做粮油批发 那个纺织工业部 那会儿还有纺织部啊 后来改成什么纺织工业总会啊 就慢慢就没有了 纺织部就在公安部的东边 在那个北京市铁路公安局的西边 在北京卫戍区的南边啊 北边 北京市政府市委 那个大院的北边 正一路 和这东长安街把口 马路北 对面就是那个 南河样 那个那个 贵宾楼饭店 和北京饭店 什么欧美同学会 特务机构 就在那儿啊 那会儿 他们不少人吧 一两千人发我的油 是天津出的吧 天津出的不是福临门 是那个正大吧 正大的 正大是天津出啊 还是经销商在天津 好像正大的油是 是泰国呀 还是在中国合资 好像中国合资的啊 我卖那个油 给这个纺织部 纺织部机关服务中心 有一个生活福利处的处长 耿大姐 耿大姐呢 家住方庄 家住方庄啊 那会儿我说 请耿大姐吃个饭吧 耿大姐说好吧 后来就到了方庄 那有一个酒楼 那酒楼叫什么名 我忘了 但是后来那个 那耿大姐说呀 我不宰你 小孩 小伙子 我不宰你 说这个 我们这个吃吃喝喝太多了 说这个 他们家老革命 他爸都是 不是红军干部 就是老八路啊 他爸 后来他妈他爸都去世了 他说他们家也没儿子 就是 紧儿仨吧 是紧儿两行 紧儿仨啊 他跟我说他们家的事 说了一大堆 然后这个 耿大姐说我不宰你 说我吃什么呀 都跟嚼这个木头丝似的 木头丝啊 他老公 是那个国旅总社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百胜购物中心 那个旁边 北边一点 东北方向 国旅总社 这个管车的 管所有的这个旅游大巴呀 这些车的调度的那个部门经理 啊 他说我们家也不缺钱 我们家待遇挺好 他说你 你非说请我 盛情难却 咱们就简单吃口饭 就聊聊天 结果 后来我就说上个卫生间吧 到卫生间 撒泡尿 然后我洗把脸吧 可能是夏天 夏天我记得 然后天有点热 我就在那个洗手台 那儿就简单的 就往这个脸上 尤其在眼睛上边 我撩点水 凉择凉择 这时候我这个 从那个有个大镜子 就洗手台有个镜子 我这个往后一看啊 就从那镜子里边 这个反光吧 或者是看后边 出现一个人 我一看 这不是江坤吗 那江坤呀 他妈的用那种 非常鄙夷的 瞧不起我那种眼神 那孙子 看我 我也没过分呀 我上完厕所 该冲也冲啊 然后那个 我这个洗手台 我也没弄得满地都是水 是吧 我自认为我的素质 我的这个自觉性 是吧 我也不爱给人添麻烦 也不是到哪都给人家 毁坏环境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这孙子 后来 就从那个卫生间出来 回到座位上 我跟耿大姐说 我说大姐 刚才我看见江坤了 大姐说江坤 说这酒楼 这酒楼就是江坤开的 好像江坤他们家也住在 也住在那个那个 也住在那个就是方庄那一带啊 反正就那一回吧 就是江坤给我留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印象 恶劣啊 然后那个 那个谁啊 然后后来就见过李金斗 李金斗是哪的呀 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 煤矿文工团就在和平街和这个和平里之间啊 原来我们家就住东城区和平里 然后呢 那个有一条街叫青年沟路 青年沟路呢 马路南就是和平里 东城 马路北就是朝阳 就是和平街都在一块挨着啊 我们都是街坊啊 这个像那个啊 这个中国煤短文工团啊 他有一咖啡厅啊 那咖啡厅还从我这儿进点这个酒啊 啤酒啊 饮料啊 也算我一客户啊 他属于煤短部啊 煤短部也是我的客户 煤短部那个机关食堂 什么喝的五粮液啊 茅台啊 这都是我的客户 还有煤短部的机关幼儿园 煤短部机关幼儿园 也是我客户 然后那个 而且那个我儿子小学 不是小学 幼儿园就在那上的 我儿子一岁半 我儿子一岁半就到煤短部幼儿园了 但是他就上了一年半 上到三岁就去了那个朝阳门 朝阳门少年之家 在朝阳门少年之家 就上那学前班上了整整三年 然后小学是那个首都师范大学 首师大的附属实验学校的小学部啊 是这个情况啊 然后然后我儿子 小生初上了一个北京市的市重点 五千人啊 我又开始吹牛逼哈 这完全是事实啊 五千人考试考那学校 然后我儿子啊 五千人第四名 可以吧 五千人按照中国的标准啊 这个咱不是说西方国家这种标准啊 五千人的第四名 后来录取了一千人 啊 录取了一千人 好像前前四十名是多少名是不要钱的 后边都要钱啊 然后我儿子是一分钱没掏 学校还哄着我们啊 我儿子也被101录取了 但是101都是什么总装备部的 什么火箭军司令部的 中央党校的 全那帮人 后来我跟我爱人啊 我们也商量 我说别去101 到那绝对那帮孙子得挤着我们 是吧 跟他们混没好就没去 然后好几个学校录取我儿子了 成绩好啊 然后这个 这个李金斗 他我见过他 他就是煤炭啊 这个中国煤矿 煤矿什么曲轩河呀 就搞老 搞朗速那个曲轩河 还有王妃 窦围他老婆 王妃他妈他们 后来离婚了 原来也都是煤矿文工团的可能啊 然后见过李金斗 陈永泉 他们的宿舍在哪啊 就在安华里 就是从这个 这个这个 青年沟路啊 过安外大街 安定门外大街 往西 外管斜街 外管斜街的北边 就是安华里和安华西里 那有他们那个煤炭部啊 或者煤炭那个煤矿文工团的宿舍 90年代吧 我见过他跟陈永泉 俩人一块 从单位回宿舍 就是分的房子吧 回他们家 这个穿的秋衣秋裤 大家还知道吗 秋衣秋裤 那种天蓝色 然后中间那个秋裤上和秋衣上 这个像个白边啊 白的裤边吧 就是不是裤边 就是在这个裤子上 和这袖子上 像边白边 然后他们俩 然后那个车筐 那个那个右手吧 右手那个那个车把上 然后放一个 是缩料编的 还是什么编的 不是竹子的 好像就是缩料 硬缩料编的那种 买菜的那种菜篮子 俩人买菜去啊 回来啊 就那俩人啊 陈永泉比李金斗岁数还更大一些 不知道现在还在世不在世了 后来好像跟他搭档的是王建华吧 是叫李建华 李建华 好像去年死了吧 李建华 李建华跟那个蔡明啊 好像有没有宋丹丹 跟蔡明演那个什么 闲人马大姐 就那个看着长得傻了吧唧 跟一傻逼似的 就那李建华 就装傻中愣吧 大只若鱼吧 藏拙 是吧 心里嘹亮 表面诸相 心里嘹亮啊 就那个 后来到零几年 啊 这李金斗混转了 在哪啊 就在那个柳音公园啊 我们小时候管的叫遥坑 文化大革命 那个叫北京军区养鱼池 那会北京军区司令员 陈在道 有的时候上这钓鱼去啊 然后戴个墨镜 有警卫员跟着 有大红旗 红旗叫车 那个叫北京军区养鱼池 有一个牌子当兵呢 在里边养鱼啊 给这个军区的首长们啊 食堂啊 给送点鱼什么的 北京军区就在八大处 甲一号院啊 啊 那里边我也认识人啊 还有邵家坡的啊 福寿岭 邵家坡的北京军区装备部啊 这地方我都去过 然后这个 这个 那会儿 一个大 大宝马 那大宝马又宽又长 那车型我忘了 就在那加油站 我去加油 我有两辆车吗 那会儿 在那加油 碰见他了 他就住旁边 现在那个加油站 被中石油或者中石化 给收购了 原来那老板呀 姓白 是这个八旗蒙古 蒙古王爷的后代啊 藏书一万多册 那白老板 后来还跟我打过架 还吵过架 后来又拖我们的街坊 就我们楼上那街坊 有一胖闺女 他们家整个那东城区 差不多将近 80%的那个土方工程 挖土方 那都是他的活 那老哥应该是黑白两道全通的啊 然后那个 那老哥跟他认识 又来说和啊 他们惹了我一回 想坑我 那白经理啊 蒙古人 后来这个 这个被收购了 后来那白经理就见不着了 不知道哪去了 我给他那白经理 北京青年报 啊 然后这个 这个北京电视台都给找来了 给他呢 曝光了 给那孙子 后来他扶软了 一开始还挺横 然后这个 碰见李金斗了 他就住旁边那栋楼 加油站 啊 那个西边 马路西 那南北街 柳音公园 东门往北 西边 挨着柳音公园的围墙 那是一个消防队 原来叫北新桥 北新桥那拆迁给迁到我们这来 然后 东边 就是加油站 加油站在东边 有一个比较高档的楼盘吧 说高档也就那么回事 然后这个当时看起来挺高档 好像就独栋的那么一栋楼 啊 然后 在北边是每连每超市 就那栋楼啊 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 东边就是安定门外大街 东南 就是蒋宅口 十字路口 大镜子 然后那是什么 中国黄金总公司 习 啊 习 啊 今天中国的这个 一尊 啊 他的那个 他的亲舅舅吧 叫什么来着 齐步 啊 原来叫中国黄金总公司 这个武警黄金指挥部啊 就在我 就这个安定门外大街 西边 就是这个蒋宅口的西边 啊 旁边是中国志工党 也是民主党派 也是我客户啊 后来不给我钱 耍赖 我跟他们打架 后来把钱给了 啊 然后 然后 我想想 嗯 说到哪了 哈哈 拐不回来了 对 然后 南边 就是国务院的楼 啊 马路南 马路北 都是国务院的宿舍啊 然后 李金总就住那儿 后来听说他到 吉林长春 住宾馆的时候 押案的招记啊 就是说有那女的打电话来 说大哥大哥 要不玩一玩啊 玩 玩完之后让人家给讹了 是给录像了 还是给窃听了 还是人家给抓嫖了 反正他就是 等于让人家给下了一个套吧 啊 一个套 后来又拖好多人 花好多钱给摆平 听说啊 哎 李金总也见过 然后在那个孟凡贵 孟凡贵上北京电视台的好多美食节目 他比较馋 喜欢做饭 孟凡贵有一胖闺女 孟凡贵 打小是撂娇的 他学摔跤 喜欢摔跤 啊 那回在那柳英公园 反而有一个 这个摔跤的一个什么什么比赛啊 我也去看热闹 我那会天天带着照相机 挂着照相机在脖子上 那会还没有智能手机呢 吧 或者比较少 啊 我天天拍我那博客 啊 他也去了 我也给他拍了几个照片啊 他还带着一瓶酒 听到 那个给了 那个当时 这个北京这个摔跤的 就是说 这个资历比较深的 那个老一辈的 有一哥们 他给那老爷子送了一瓶酒 孟凡贵 旁边有人问他 凡贵啊 这个闺女小子呀 闺女啊 说我有个闺女啊 他们跟那 闲逼但侃啊 但逼玩 还有那个跟郭德纲 打官司 那个也是从天津 跟郭德纲一样 都是天津人 到北京来混的 那个汪洋啊 就是他演过一个电视剧 马三立 他演的挺像的 他长得像 这不是咱家 人家小狗 是吧 这公共场合啊 不要叫 那个汪洋 跟我哥是朋友 他刚来北京混的时候啊 就住我哥 他们楼上 然后他老婆特漂亮 他老婆是那个 我见过一次 身材特别好 长得也漂亮 是一个空景吧 可能是非国际航班的空景啊 汪洋那会租房 就租在我哥那栋楼上 我哥是在那个林街 那门脸房 是吧 山东叫门头房 是吧 东北叫门市房啊 北京叫门脸房 路面 西班牙叫楼尬 就在那那什么 我哥在那开一个 这个这个小饭馆吧 卖点什么鱼香肉丝啊 公报鸡丁啊 什么这个牛肉面啊 饺子呀 就干这了 他就在我哥那 有时候这汪洋啊 回来 比如说到哪个电视台 录像 或者是这个说相声 晚上回来也饿了 他老婆不是那个空景吗 也三天两头不在家 他就到我哥那 给他炒个菜呀 或者煮这个 煮这个三两饺子 五两饺子 半斤饺子 就跟我哥闲聊 也跟我哥诉诉苦啊 他的喜怒哀乐呀 都跟我哥聊啊 所以后来我见过汪洋 在那个旺京 我后来不是搬家到旺京吗 06年啊 在那个旺京 在那个旺京西元三区 那个北门 一进去 往东 东边那栋楼的一层 那个交通银行里边啊 我去交什么费 还是干嘛 碰见他了 汪洋 我说这个 您跟这个郭德纲的官司 怎么样了 那会儿郭德纲 刚出点名 零几年吧 那会儿刚出点名 欧拉 那会儿刚出点名 完了之后 这个 那会儿他跟他打官司 名誉权啊 郭德纲拿这汪洋杂卦 说他不会说相声 说他原来是厨子 他是后改行的 那意思瞧不起他 他没有功底 郭德纲当然有功底了 童子功啊 是吧 他是五岁还是七岁 就开始学相声 学大鼓 学评书 是吧 他不一样 是吧 人家汪洋就为了混饭吃 是吧 你要论功底 当然谁也比不了郭德纲啊 你也说 好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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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这个汪洋 我跟他一聊 我说你认识 我说你是我哥的朋友 他说你哥是谁谁谁啊 他说你哥谁啊 我说谁谁谁 知道知道 他知道我哥的名字 他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那会儿他混得不太好吧 也没买房什么的 他就住在望京西元三区 在那望京西元三区里边 我见过好几个演艺界的吧 见过田镇 田镇开了一辆银灰色的 不是白的 银灰色的小奔 小奔驰 然后从那个西元三区往外开 他应该也住那 应该也住那 和我住那小区 离着也就三百米左右 然后这个田镇 田镇我认识他亲叔叔 是这个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会主席 就叫田主席 他们是门头勾人 他爸是门头勾人 他妈是云南还是广西的瑶祖 他妈是瑶祖 他妈和他爸原来都是在四川那边当兵吧 好像是文艺兵 认识之后结婚 后来来北京 那门头勾啊 有的地方口音很重 有点像张家口啊 或者像山西啊 或者像宝定啊 反正房山有些地儿说话就像宝定口音 像那个房山有一哥们原来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就在意大利的罗马 后来这个口音太重了 我们都以为他是宝定人呢 然后他说我是北京房山人 后来他说的不行 后来这个让我说的啊 中央电视台 我在意大利罗马啊 接受采访 我说的特别的棒 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啊 然后 这个啊 这是汪洋啊 还有那个谁啊 还有在旺京三区 我见过那谁 见过那个张寒宇 张寒宇 后来我儿子的一个小学同学 他 请我到家里吃饭 然后那个他儿子 他儿子跟我儿子是 同一个医院 我们都是协和医院生的 都是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生完之后 那个 就是我们的老婆 都在产房里 前后脚生孩子 我们这帮男的 坐在外边那个大椅子上 那个椅子都是木头的 那个长条木头 钉成的那个 大家有印象吧 在医院里 那种老的医院 那种长的长板凳上 然后啪啪啪 我跟他们聊 他把我给记住了 说我跟他聊了三天 我是印象不深了 因为我得谁跟谁聊 后来啊 后来 哎 巧了 这个我们这个孩子 我的儿子和他儿子 同一个小学 而且还同一个班 还真巧 结果就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 去学校报到那天 9月1号 或者8月31号吧 哎 这哥们都过了六年了 他认出我来了 嘿 你说多巧啊 认出我来了 后来跟我打招呼 跟我这个搭讪 哎 我们后来成朋友了 啊 然后 我去他家做客 他跟我说呀 嗨 他说张寒宇啊 不就是那个影帝吗 演那个什么集结号的 说张寒宇就住我们家隔壁 啊 说你要说他什么的 说话声音小点 说他能听见 哈哈 嗯 然后那哥们还住在光明楼那边 把什么板厂难理什么的 说跟那谁住 楼上楼下 跟魏克星 原来北京国安的那个主力队员 后来当过国安队的教练吧 魏克星 说魏克星住他们家楼上 把他们家那房子还给淹了 就是那个下水道 后来魏克星特别客气 到他们家来赔礼道歉 啊 说该赔钱赔钱 该修就他全管啊 然后这哥们 他妈啊 原来是这个纺织系统的吧 后来文化大革命给弄到外地 大连吧 后来调回北京 还拖的是那个谁 李昭 李昭是谁啊 李昭是这个胡耀邦的老婆 哎 拖的李昭 李昭一句话给弄回来了 弄回北京 所以特别感谢 所以后来这个胡耀邦去世什么的 他们也都去调宴了 就在那个中南海西边 那条街 南长街 那条胡同 那条胡同叫会计司胡同 会计司胡同呢 紧西头那个大院 那四合院 然后在里边开了一 啊 在墙上挖了一个门 开了一 开了一扇门 就让胡耀邦每天上班 从那自个儿就进中南海了 啊 为了他的安全 就这样 怎么样 你这个西班牙的小狗啊 你还是一个日本 日本那个什么的啊 日本品种的小柴犬 是吧 怎么样 你看我老这个唱独角戏啊 我这说单口 是吧 我老跟着嘚逼嘚 哎 是吧 给我捧个肠 我是逗梗的 你是捧梗的啊 小乌米 哈哈 还有这个谁 猴宝林 猴宝林啊 听说啊 人家特别 他特别讨厌别人管 他叫猴宝林 他说我叫猴宝林 啊 猴宝林 那会就到那个中南海 那就住在后海那边 哎 中央办公厅一打电话 说主席 想您了 哎 他就赶紧加个小包袱 就到中南海啊 是走大西门吧 就府邮街这边 哎 进中南海 到这个菊香书啊 或者游泳池啊 哎 就给毛泽东的住处 给毛泽东说相声 哎 逗毛泽东一乐 说的好多都是脏口 都是荤的 哎 毛泽东喜欢听这个 这晚年啊 毛泽东可能那方面也不太灵了 哎 但是呢 你说完之后 哎 从精神上 哎 他又扬了 又不是扬尾了 哎 又硬起来了 就这个 这个猴宝林 猴大师 哎 猴宝林的一个徒弟 叫贾激光 贾激光是这个二炮文工团的 就在南里十路这边住啊 二炮的在南里十路后勤部也是我客户啊 然后这个他儿子他有一个贾伦 贾伦 贾伦后来就跟那个呃 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啊 这个这侯耀华呀 什么江坤呀 他们在一块混 贾伦 他那大儿子叫贾坤 贾坤是我的客户 贾坤是那个府城门外 有一个北京外贸大厦 他是北京首饰进出口 啊 那里边的什么北京首饰进出口啊 什么北京服装进出口啊 什么这个北京啊 啊 什么北京出啊 别别别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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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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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过来两个小黑人啊 他看见小黑人他叫使劲的叫 长得黑不溜秋的 他看见白人 一般他不叫啊 看见小黑人啊 什么巴基斯坦人呀 啊 什么印度人呀 阿拉伯人呀 长得反正皮肤偏黑的 他就觉得不像好人 实际上人家 人家长那样 是吧 这跟好人赖人没关系啊 你这有点视脸了 听见没有 啊 是吧 狗他有他的这个判断的价值体系啊 是吧 他有他的对周围环境的这种警惕性的认知啊 是吧 聊渴了 小宝贝 是吧 看见来人就叫 听见没有 哎 你就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预警雷达 是吧 如果俄罗斯老毛子啊 发射导弹 直接给他拦截 你这先预警 是吧 然后我歇压挺的 打压一半死 对不对 多忠诚的小伙伴 假困跟我不错 从大概一九九二年左右就照顾我买卖 照顾了好多年 这个也巧 说来也巧 哎 贾坤的媳妇就是他们首饰进出口的那个财务处的啊 每次这个逢年过节呀 我给送点吃的喝的呀 什么油啊 哎 然后这个结账 结账啊 结账怎么说来的 是Reception吗 Reception是预约吧 结账 是吧 怎么说 我还忘了啊 是吧 Cash Bank 支票怎么说 我都忘了啊 反正现金是Cash 支票是Check吧 Check是检查 C-H-E-C-K 是吧 票据是Stuck吧 S-T-O-C-K 是吧 Bair of Leading BL 提单 LC Later of Credit 是吧 信用证 是吧 哎 这个我原来是报官员 Declaration Customs 1988年 我是报官员 是吧 1937年 鬼子进了中原 是吧 八路军就拉大栓呀 是吧 哎 八路军就是东躲西藏 八路军叫八猴子 在河北白杨殿 被日本人称为八猴子 他也不打仗 他躲起来 日本人抓不着他啊 躲在地道里啊 躲在庄稼地里啊 是吧 清杀杖嘛 拉拉扯扯进了高粮地啊 就会这个抗日 就是在抗上日 是吧 哎 就会这个 结果巧了 哎 这这贾坤的媳妇 哎 这个这个 财务处 我去领支票 啊 他这个小舅子 是我小学同学 是这个总政治部啊 总政下属的 不是军事法院 军法 是军检 军事检察院的一个 他爸后来混到一个副军级 后来退休了 姓李嘛 哎 那个前一段 我那同学还死了 才他妈五十出头啊 其实跟我关系不是多密切的同学 听到他的死讯 我还是他妈的痛哭了一场啊 这个都 痛哭流涕 毕竟是同学啊 在一块好几年 是吧 从小长大的 又来一小狗 你看你又紧张了 紧张不紧张 回来吧 回来把人走了 行了 行了 还有那个说相的刘伟 跟那个谁 跟冯拱后来搭档 冯拱跟那个谁 牛群 俩人后来不是掰了吗 俩人拆开了 就跟刘伟 刘伟就住大兴西洪门 九龙山庄 跟我姐姐住一个院 那院里还住着那个谁 唐小步 唐杰忠的儿子 他那会儿想搞夜主委员会 那个大概08年09年 然后正好我不是搞过夜委会吗 然后那个我 我姐夫说啊 唐杰忠的儿子 想搞那个向我请教吧 等于是我给我给他传授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啊 失败的教训啊 给他提供了很多线索 是吧 该住一哪儿 怎么防范人家捣乱啊 这唐小步后来跟他姐姐闹翻了 跟他亲姐姐为了他爸唐杰忠的一个房子吧 嗯 他们家那个原来那个房子 他爸分的那房子 单位分的应该是在西边门 就是那个马路北的一个高楼 然后那个南边 南边正堆过是八中 八中的初中部啊 八中是我的客户 八中好多中南海的孩子都在八中嘛 八中就在金融界嘛 离中南海也没多远 原来这个文革的时候 什么西 西揪啊 联洞啊 什么陈毅的儿子 陈小鲁啊 很多人都是八中的啊 他们当然也干了好多坏事 打老师 骂老师 批斗老师 什么什么停课闹革命 都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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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王二姐原来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 郭兰英 郭兰英好几次婚姻 后来跟他们团里边是一个吹销的 是吹管的 是吹什么的 叫方普东 小门叫东东 他后来跟他结婚了 跟他结婚了之后 好像东东比他有的子女岁数都小 郭兰英解放前就是艺人 郭兰英现在可能90来岁了 好像住在广东的攀愚还是东莞 在那边 他北京的房子给卖掉了 郭兰英严格来说在北京没有住处了 他现在常年住在广东 这个东东比他的孩子都小 比他小了二三十岁吧 后来俩人离了 离了之后 这个东东又找了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女的唱歌的吧 又结婚了 好像也是他们团里的 王二姐是乐队的 拉大提琴的 然后这个 这郭兰英啊 咱说白了啊 这个据听说啊 只能说据听说啊 像我二姐他们很多人团里的人 因为同一个单位都知道 这郭兰英啊 咱说不好听的啊 说是什么老一辈 什么什么 艺术家 什么德高望重 其实瞎他们扯淡 啊 纯他们扯淡啊 那会毛泽东 周恩来喜欢他 毛泽东就不是什么好鸟啊 对吧 玩了多少女的呀 对吧 周恩来 是吧 你以为他就干净啊 对吧 周恩来他们多坏啊 整死多少人呀 完了是吧 然后这贺龙追导会 啊 这个周恩来颤颤巍巍的 那会也是快死了 一看见贺龙的老婆薛明 薛明啊 啊 我没有照顾好霍老总啊 我对不起霍老总啊 我来晚了 娶你大爷的 那他妈的周恩来 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 啊 所有的这帮干部 大干部啊 这些大脑袋 大人物 那个专案 分成一半 二半 三半啊 有这个党的口了 政府口了 军队口了 凡是抓人 审查人 收拾人 最后的签字 都是周恩来 是吧 啊 我对不起霍老总啊 你呀 对不起人多了 你对不起中国人民啊 你祸害中国人民啊 毛泽东周恩来啊 对不对啊 当然还有其他人呀 这郭兰英啊 严格来说吧 我也给他说吧 我是吧 我之前很多次 我说不要提了啊 前两天有一个北京的大姐 啊 他就提了 是吧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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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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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 别闹啊 好了回来回来回来 回来接着给我捧根 郭兰英啊 不守复道啊 他原来就特乱 就是在这个跟这个东东方普东 婚姻存续期间 就他们乱搞破协 他那会儿可能都六七十岁了吧 最起码是六十来岁了 就乱搞 就是这个东东 有的时候他拿他 因为这东东 他等于是老牛吃嫩草 他吃他豆腐 他占的便宜了 也是一种他们的性剥削啊 也是一种性的剥削 这个他占他便宜 然后让那东东有的时候啊 据说啊 因为那院里我认识好多人说 东东啊 打瓶酱油去啊 东东买瓶醋去 就跟那郭德纲的相上 是吧 说那个鱼谦啊 我跟谦嫂咱们喝酒啊 我想喝豆汁了 你给我买一趟去 是吧啊 这个或者说谦 我想吃煎饼了 你跑趟天津 说我跟嫂子 我们第二天 我们还跟着喝酒呢 就这一次 就给支走了 就指不定跟谁 就他妈乱搞去了 知道吗 什么他妈老一辈 无产阶级 什么什么 他妈艺术家 全是他妈男道女唱 一帮臭流氓 男流氓 女流氓 男女流氓 街流氓 全是他妈流氓 昨天山东吧 围方 围方下面一个镇 叫鱼和镇 是吧 然后这个 叫什么来着 这个这个开了一个什么电视电话会议 开完之后 他妈这个视频会议没关 没关那个摄像头 哎 说是那个 镇党委书记还是镇长啊 反正大概这么一个人物 跟一个妇女主任 我操 在他们一把椅子上 就直接干上了 是吧 两分多钟吧 最起码啊 我看来一看那妇女主任好像还染了头发了 染成一个灰黄色吧 当然可能那摄像头有点失真 那妇女主任看着不年轻了 可能五十来岁 那男的看得到年轻 可能四十来岁 是吧 反正甭管多大岁数吧 你们呀在办公室就胡搞 是吧 这个东西 还有原来什么人民公安报 是什么报一个女的 还穿着女警服叫张什么 一个吉林的女的 跟一个什么男的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什么总裁 在那个大裤衩央视的对面那楼上 光光光就干 是吧 干了他们好几十分钟 是吧 网上直播啊 都有他们的全程的 是吧 都是他们色情录像 这个国家 这个政党 这个政府 就是男道女昌 然后就是 哎 搂钱 贪污 是吧 把国家掏空 哎 然后他们家说的 特别的他们义正词言啊 是吧 郭兰英啊 九十来岁了 也是一个老破鞋 哇 这小狗漂亮 真漂亮 走了走了 这小狗真好看 小公狗 小公狗 我们是小姑娘 我们还是黄花闺女呢 我在北京 有1300多个客户 95%都是机关单位 啊 5%是企业 北京的企业啊 也不行 工厂的工人也特别惨 也有好多下岗的 我的客户 说实话 好在北京是 是京城啊 首都啊 我的都是机关 中南海啊 党中央国务院啊 中央军委啊 国家安全部啊 司法部啊 公安部啊 然后这个总参总政 总后总装啊 火箭军 原来叫二炮 空军海军武警啊 纺织部 机械部 交通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啊 这个社科院啊 然后这个海关啊 这个公安局啊 这个这个税务局 工商局啊 全是这种单位啊 我这都是好单位 所以啊 哈哈哈哈 此处省略一万字 是吧 就是这个司法部 司法部 这凉快点啊 都给我晒出油来了 浑身都晒出油来了 这也有个别人没素质啊 待会我把这个 这垃圾 我给扔到垃圾桶里 也有个别人啊 这吃的什么东西啊 是吧 树林的大了 什么鸟都有 这个 司法部也是我客户 司法部就在东二环 那个朝阳门和建国门之间的 东侧二环路 东二环路的外侧 是一栋蓝色的楼 去年还是前年 前年吧 有一个60后的女的陕西人 跳楼自杀了 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 之前的一个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 一个山东人抓起来了 他完全是假的履历 完全都是假的 什么哪年哪年 什么职务 哪年入党 完全是假的 中国的这个官员的造假呀 履历政绩的造假呀 各种的造假呀 非常的多啊 非常多啊 是吧 完了非常的多 这种的造假 司法部的南边是FESCO FESCO是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 就是Foreign Enterprise Service Corporation FECO FESCO 这个地儿就是 后来变成三家有资质的 原来就它一家 就是给这个在北京的外国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独资的 或者合资的 基本上是独资的吧 然后派 派遣一些人员 原来是他们垄断的 在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些特务 有一些特殊身份的人 搜集信息的人啊 他们还找过我 让我公安局什么的 让我提供资料 我不管 让我监视美国人什么的 对吧 跟我没关系 我也看不出人有什么异常来 我就是一打工的啊 他们找过我 那个两个人 一个公安局的 一个武警的大校找过我 这个 然后 这个这个 Fesco也是我客户 再往南 建国门外交公寓 那里边有一个外行服务总公司 北京外行服务公司 啊 那个管后勤的 姓范是姓什么 那老哥 现在应该得有 有没有80岁啊 反正70多岁了 那老哥啊 那个那会他赵国买卖 他老家也是河北人啊 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 外交公寓的西边 挨着这个建国门北大街 东二环的马路边 那个 北京国际邮局 北京国际邮局啊 那个 所有的往国外寄的 或者国外往回寄的信件 都归他们管 他们在比如说像北京饭店呀 很多社外宾馆饭店呀 他们有他们的下属的邮电所 其实这也是一个特务机构 你比如说这个 中华民国在重庆的时候 就设有这个叫邮电检查所 邮电检查所啊 这个邮电呀 邮政啊 电信呀 你像电话局呀 邮局呀 长途电话局呀 像过去的北京电报局呀 就是那个浮游街的那南口吧 像长途电话局 原来都是我客户 在那个二龙路啊 西长安街复兴门啊 是吧 什么中远集团都是我客户啊 像这种单位 这都是有特务 或者说是跟特务机关 跟国家安全部门 这个起码是业务上 你要配合他的 甚至工作人员当中 安排几个国家安全工作人员 啊 这个安全口的人 在里边都渗透着 你必须向他汇报 你像原来那个社科院那大姐 张处长 他跟美国大使馆的人熟 他是研究美国问题的 他老公也是特务啊 自己就跟我说 我去过他们家呀 说我就是老特务啊 总参二部的嘛 哎 然后 他说你对美国大使馆 有一些免费的 就类似于这个 Magazin杂志 你敢不敢兴趣啊 我说敢兴趣啊 后来他给了我一个清单啊 有什么经贸 教育 气候 人权 啊 然后什么科技 啊 让你画钩啊 寄回去 寄到哪呢 寄给美国大使馆 有一个叫文化新闻处 那个参赞 起了一个中国名字 姓裴 叫裴孝贤 就跟那个电视导演侯孝贤差不多 啊 他说那个什么 你可以 我跟你介绍 找他啊 后来我寄信 哎 我到邮局一寄这个信 就挂号信 我一看那个 那个收我信的 我特意怕丢 我寄挂号信 那小姑娘 哎 他露出来一个叫蒙娜丽莎 啊 类似于蒙娜丽莎那种神秘的微笑 他这一笑我就知道了 这封信永远寄不到了 啊 甚至就说有关部门能不找我麻烦啊 能够不找我麻烦已经是万幸了 我知道美国人收不到这信 是吧 当然那是社科院的人给我介绍的啊 对咱们翻过来说 说到司法部 司法部的部长 给部长开专车的司机 我认识 那个 他两口子都在司法部 他媳妇在办公厅 啊 我就不说那部长了 这个这个姓什么叫什么了啊 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 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就不说了 这个据这位专车司机啊 就是当面 就是就是我们俩的时候 没有其他人 他这个亲口告诉我的 说这部长啊 说这老鼻头子 把他们部里边的一个小姑娘 啊 这个因为 很多时候你能把 你你的老婆你可以背着他 因为你是部长吗 政部长吗 你可以说我有公务啊 他老婆也不敢说啥 对吧 能甩开 秘书也能甩开 但是部长一个老鼻头子 对吧 他不可能把司机能甩开 司机是瞒不住的啊 就是有的时候 为什么抓一些贪官 就把他司机也抓了呢 当然抓司机 也得抓什么秘书啊 把什么警卫参谋啊 你像那个谭红啊 抓这个周永康的时候 把谭红也给抓了 对吧 哎 他们知道好多事儿 所以这个到坝上草原骑马 这个部长带了部里边的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据说 这老头子两个人跟那小姑娘骑同一匹马 说在这个马上 在这个马上啊 据这个 这个专车司机 他还是正处级干部呢 据他跟我说 这个部长 部长在马上就把那小姑娘给 说难听点啊 咱们直接说吧 就给操了 这都是他的原话 给操了 据他说都给操瘸了 一瘸欲拐的 给那小姑娘啊 这部长可能吃了药了 哈哈 吃了壮阳药了 后来 哎 这个这个 回去没多久 就给这小姑娘升为处级干部了 要不然且点熬着呢 然后这小姑娘也有男朋友 后来没过两天 这小姑娘跟自己男朋友结婚了 哎 这个专车司机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呢 哎 一个是跟我呢 算是认识 算是熟 另外一个呢 这个部长呢 把他得罪了啊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骗子啊 是这个 冒充 冒充是江泽民的亲戚 后来呢 按道理啊 因为中国有很多走后门啊 中国的任何的规定 比如说公务员考试啊 律师考试不叫绿考吗 公务员考试叫考工啊 绿考 你只有通过了绿考 你才能成为律师 哎 但是有一个骗子说 我是江泽民的亲戚 这个司法部的部长也不敢问啊 就违规 甚至是违法啊 给这个骗子办了一个律师证 哎 有了律师证 这骗子不就能骗钱了吗 哎 就能去骗人了 哎 就这样 所以给他办了一个真的假证 后来 后来出事了 查出来了 因为这东西 是吧 江泽民没这个亲戚啊 也许这部长找江泽民买好去了 说您家谁谁谁 事后哈 哎 没有啊 我不认识这谁啊 哎 结果给那骗子抓了 这出事了 出事之后 这部长不能承担责任啊 就让这司机 为什么呢 因为部长 他只需要动动嘴 而跑腿呢 就给这司机给跑的腿 哎 到各个衙门口啊 是吧 司机去跑腿 结果 就让这司机来背这个锅 承担这责任 你想想 如果没有部长点头 一个司机 是吧 他能把这事办了吗 他不可能啊 他不可能啊 对吧 他不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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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